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付英国 西方只剩英国孤军奋战 英伦三岛三面被围 与欧洲大陆的联系完全中断 英军在支援法国等西欧盟国作战中遭到极大损失 仅飞机就损失了约一千架 从敦克尔克等地撤退时 丢失了全部重型武器装备 英国本土的陆军和空军的防御力量严重不足 考虑到英国的艰难处境 加上海区筹备对苏联作战 从海上进攻英国代价较大 不想消耗太多力量 希特勒决定先向英国发动强大的和平攻势 1940年6月到7月间 声称英国把殖民地归还给德国 承认德国在欧洲霸主地位就可以避免战争 但英国首相丘吉尔是个硬骨头 并不买账 和平攻势失败后 希特勒下令制定渡海登陆入侵英国的海施计划 并要求德国空军要使用其全部兵力 尽快击败英国空军 首先夺取制空权 以保障海军和陆军对英国的渡海登陆作战 德国空军司令赫尔曼格林自信满满 布列尔曼格林自信满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一九四零年七月十日至八月二十三日 德国空军主要攻击英吉利海峡的护航舰队 袭击南部港口 企图诱坚大量英国战斗机 为实施海斯登陆行动做准备 但德军选择目标不集中 分散了兵力 降低了突击效果 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从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六日 布列尔曼格林自信满进入了关键的第二阶段 德空军主要目标是夺取制空权 袭击重点是英国的战斗机及其机场地面设施 雷达警报站和飞机制造厂 以歼灭英国空军主力 在这两周内 德军每天出动飞机都在一千架次以上 英国战斗机部队在修道丁上将的出色指挥下 借助先进的雷达的预警和引导和机场运转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此情况下 希特勒却犯了错误 命令德军飞机转而集中袭击英国首都伦敦 从而给了英军战斗机部队以喘气的机会 德军空袭目标改成伦敦 也有原因 8月24日晚上 德军12架轰炸机 以迷航误打误撞飞离伦敦 把炸弹投进了伦敦市中心 这是非军事目标首次遭到攻击 为了报复 第二天晚上到8月底之间 英国派出轰炸机对德国首都波林发动了三次轰炸 希特勒恼羞弄 决定对英国首都伦敦 实施大规模空气行动 从9月7日到11月13日 是布列尼之阵的第三阶段 德军轰炸目标重点改向伦敦 这就是著名的伦敦大轰炸 9月7日傍晚到15日 德军不分昼夜的对伦敦轰炸 英国空军的预警和空中拦截能力也逐渐加强 伦敦航空部门不断的调整 布列尼之战的定时阶段 是从11月14日到1941年的5月16日 德军做出重大调整 重点轰炸英国的主要工业城市和港口 除伦敦外又扩大到对考文锤 伯明汉利物浦等城市实施夜间轰炸 以破坏英国的军事工业 由于英军战斗机高射炮等部队的英勇抗击 登陆英国的海狮计划 为了掩盖德军进攻苏联的企图 结束了长达9个月的布列尼之战 布列尼之战是二战中规模最大的空战 同属于英联邦的新西兰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南非等国的空勤人员 撤退是英国的波兰 比利时 法国等国的空军 以当时中立的美国的志愿者 也加入了保卫英国的行列 德军共出动飞机 四达6万多架次 向英国投资6万吨炸弹 炸毁100多万栋建筑物 英国共伤亡14.7万人 英军以1744架飞机和1542名飞行员的代价 摧毁了1977架德机 闭上2585名德国飞行员 英国首相丘吉尔对英军飞行人员 在布列天之战中的业绩 给予极高的评价 他说 在战争史上 从来不曾有如此少的人 对如此多的人 做出过如此大的贡献 如此少的人 是指空军的飞行员 地勤和指挥通讯人员 当时仅区区三千人 在布列天之战中 出于弱势 极无胜算的英国 为何能取得胜利 本来有望登陆侵占英国的德国 为何却失败了呢 英国方面的原因 一是以 丘伊尔为代表的政府 抵抗决心坚定 二是 英国本土作战 占据地理人和 民心士气高涨 众志成成 一位裁缝 在伦敦大轰炸期间 在店门上贴着 营业造成的纸条 而当他的小店被炸毁后 他在废墟上挂出了 营业更加造成的纸条 体现了英国人的乐观和幽默 三是 防空袭战术和军事设施先进 英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远程探测技术装备 雷达 组建了全国性的预警搜索雷达网 和综合防空系统 能够及早发现 深测出德军飞机 从而进行科学精准的指挥调度和警报发布 英国提前加强了各种防御措施 采取了灵活多样的防空旗战术 削弱了德军战果 英国空军著名的喷火式战斗机 比德国的BF-109E型 战斗机速度快更加敏捷 德国方面的原因 一是海外作战 地理环境不熟 跨越英语的海峡 对英国远程奔袭 对德军飞机员和空战不利 二是 多次改变战略目标和攻击重点 未坚持袭击军事目标 给了英军修复 加强空战和防空能力的机会 其背后根本原因 是希特勒战略指导的错误和混乱 既轻视英国力量 又顾虑重重 既要实施联合登陆进攻 又想用空军来单独解决问题 既要首先消灭英国空军 又想打击英国的民心士气 既要首先打败英国 同时又积极准备进攻苏联 这种错乱的战略指导 直接影响导致了德军作战行动的失败 全大 优优独播剧场 谢谢大家